最后的话我们会按那个back键 可是back键呢 如果一般我们按那个手机上有个back键 如果按下去它应该会跳离 可是我如果要把它吃掉的话 吃掉之后再把它转换成一个 网页的上一页的功能 那这个该怎么写呢?其实非常简单 直接在这个地方 这个已经写好 实际上这个叫onkeydown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 Activity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要产生这个方法 不需要自己重新打 你可以把这个假如没有 按右键 按右键怎么自换实作方法里面就有了 因为我前面讲过嘛 这边有按右键 自换实作方法 里面的话各位找一下 就会有个onkeydown 也就是说呢这个key 里面你可以侦测说你哪一个key被点击了 onkey keydown 在这里 他就会传进来到底哪一个key 哪一个key event 你打勾计之后按确定 自动就出来了 你在针对这个key call跟keyvalue 去做判断 那我们要做哪些判断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写好的 如果呢 这个keycode 等于什么呢 这个keycode我们要判断它是back键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 从什么呢 key event里面的keycodeback 去抓到说它是back键 如果他是这样 而且 我们的那个 webview本身的那个 goback功能也是可以 被这个 被触发的话 那我们就把他转换成 back 这样的话按下 按下那个back键就不会跳里 而是会 上一页 这样就比较方便一些些 那最后的话呢 就return回去 给super 给上 付类别 OK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所以这里相关的画面呢 也在这里 总共四个画面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专案叫beta webview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